4月8日上午,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会继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在公自厅东庭召开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央指导所组长孙春兰在武汉大学调研讲话精神 传达北京市教育工委关于做好疫情防控的最新工作要求 经取疫情防控各专项工作组相关情况汇报 并就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 校党委书记陈旭主持会议 陈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牢牢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 防控疫情要强调再强调坚持再坚持 始终保持警惕严密防范 要继续抓紧、抓实、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精准落实到复工复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邱永强调 学校要坚持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加快推进疫苗研发等科研公关进度 研究制定校庆和毕业典礼的工作方案 提前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防控疫情科研项目进展 外籍教职工管理、期中考试和研究生复试安排等相关工作 由底来推进行